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律与生活 大家好 这是法律与生活第九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雇佣关系 在节目一开始 能够介绍两位参与讨论的贵宾 第一位是李兆环 李律师 你好 刘老师 原德律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讨论雇佣关系 第二位是李原德 李律师 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好 我们首先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的是 有关于雇佣契约的成立要件 接着介绍雇佣契约的效率 再来讨论是雇佣与劳基法之间的关系 最后讨论是雇主与受雇人的责任 我们要用几个问题来跟大家做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说 甲向乙公司洽借了轿车一辆来使用 并且由乙公司的司机丙来驾驶 途中丙驾车不胜 转三道行人丁 请问一下 这应该由甲跟丙呢 还是由乙跟丙来共同负担 这个连带陪传责任 是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原则上是甲向乙来借这个车使用 但是乙不只是把车借给他 还把他的公司的司机也一并的让甲来 这样的所谓的服务他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这个司机丙不小心撞伤了路人 所以在这个案例解题之前呢 我想说几个法条比较重要的 介绍给观众朋友了解 行动第一个部分就是 当然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所谓的雇佣关系 在482条的一个规定 所谓的雇佣 它是指当事人的一方 他们双方有约定 一方于一定或不定的期间之内 为他方为服务者 那他方几乎所谓的报酬给他方 这样子双方就成立所谓的雇佣关系 所以在我们这个契约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甲跟乙之间 他因为要使用这个所谓的车子一辆 所以他们之间是所谓有成立这样的 所谓的一个关系 但是很重要的是使用的借贷关系 但是很重要的是乙跟丙公司之间 他们之间呢 他们是乙就是雇佣这个丙 所以乙丙之间他们成立的是 所谓刚刚我们讲的 民法上的482条的雇佣关系 但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解题当中可能有两个关键的要点 要跟各位来讨论 其中第一个是所谓的受雇人 在民法的188条有特别规定到 如果受雇人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如果不法侵害他人的时候 而造成别人的权利义务的损害的时候 他跟雇佣人 行为人跟雇佣人是要付连带赔偿责任 所以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乙跟丙之间 也就是公司跟这个丙司机之间 他们是有成立所谓的雇佣关系 那当然他们之间有这雇佣的关系是没有问题 但是很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是甲跟乙公司借这个车子 那他的所谓的乙公司的司机来服务这个甲 也受这个甲的监督指挥的这个状况下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个188条这个受雇人 同样是在这个受雇人的这个辐射范围之内的一个适用呢 在我们的57年台上自1663号 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解 他认为说所谓的民法188条的第一项 所谓的受雇人并非仅仅限于所谓雇佣契约 就像我们的乙公司跟丙之间这样的受雇人 凡在客观上他人能够为使用服务劳务 而受其监督者都算是受雇人 所以这第一点可能就可以去了解 我们来了解所谓的甲跟丙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他有所谓的在57年台上当中的1663号判例当中 认为甲也可以是所谓的有对这个丙这个司机 有这样的监督关系 而认为说有188条这个所谓的受雇关系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 同样的在42年台上1224号判例当中 特别要处理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刚刚受雇人的问题 而是到底这个受雇人 他是不是在所谓的执行职务当中 那这个在这个判例当中特别提到是说 这个受雇人的这个执行职务当中 原则上他是所谓的实质上来做认定 也就是只要是受雇人的行为 在客观上认为是跟执行职务有关的话 都会认为是所谓的这个188条的 所谓的受雇人因执行职务的这个执行职务 所以在这样一个解题的一个关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乙丙之间他们有雇佣关系 当然是没有问题 至于甲跟丙之间是否有刚刚所谓的 有明法188条这样的适用 可能还要去厘清他是否是所谓的受雇人 以及他是不是这个丙是在所谓的执行职务的范围之内 我想说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惑 所以这个题的关键就在于说 今天丙来开这个车到底他有没有受假的客观上 是不是在帮假扶劳务 还是其实开这辆车也是在履行 他这个已公司司机的一个任务 然后再来看有没有受到这个假的 智慧监督的这个问题来确定 那么在这边特别补充一下 我们在明法224条有一个所谓的 在这个债务人的履行债务的过程中 如果他是透过他的使用人受雇人来这个履行债务 然后他的使用人受雇人对这个债权人有所侵害的时候 这个债务人要负责的这个情形 但是这个情形的前提是说 这个是债权人跟债务人之间 他们之间有个债的关系已经存在 那在侵权行为的时候 这个我们提设这个钉跟这个假 跟以公司之间 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用民法224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来套在这个债权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类型上面 所以刚刚赵凡律师有提到 我们另外最高法院57年台上是1663号的判例 可以解决我们今天提设这种债权行为的这种类型 所以我们这个案例 这要讨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 雇佣关系的成立的要件 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里面就是 它必须要有一个指挥监督的一个概念存在 那我们现在这个本案来讲 这个并它是乙公司的司机 受乙公司之托来代运这个甲 因为甲向乙公司借这个车子 所以现在丁它一定是在执行乙公司的职务 这点我们应该可以认定了 因为它是受命于乙公司来开车带这个甲出去 所以它应该是在行使它的乙公司交代的职务 那这个职务 我们说它职务本身的行为是它的职务 与职务上有三千年关系的 我们也认为是一个职务 所以这个部分认定是这样 好那现在接下来就是甲跟丙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刚才赵环律师跟袁德律师都用了一个判例来跟各位来说 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在看甲跟丙之间 它有没有指挥监督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看说甲只是像乙公司借这个车子在用 那是不是会出现指挥监督的关系呢 这可能存疑 我认为这个指挥监督关系不大 因为它跟丙之间没有任何的一个 这个指挥监督的一个权源的存在 那接下来它会不会有定做人跟受雇人之间的关系呢 它会不会有这个承揽的这个概念呢 是不是 我们说这个地方也没有承揽的概念 它不会出现定做人跟承揽人之间的概念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甲跟丙之间也不会有承揽的关系 它也没有雇佣的关系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甲如果在这个车子上面坐 就好像是我们坐一辆计程车一样 但机人车司机所发生的问题 跟甲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除非甲跟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之中 有某种关联的 这个有这个造诣啊 或者是帮助啊 或者其他 否则的话 这个时候甲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这个案例主要就是讨论的就是在问雇佣关系 它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指挥监督上面 在扶劳务的上面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进一个比较题目长一点的案例来跟各位做一个探讨 第二题是这个乙啊 训练费跟津贴等一切费用 他就开始接受了地面 以及呢 非含机师的一个培训课程 但是乙呢 他在这个培训课程里面呢 他竟多次的跟其他的这个受训人员呢 有不正常的男女的这个性行为 那么使得这个受训呢 这个秩序受到混乱 影响到他们公司的这个这个这个训誉 声誉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乙啊 他应征机师的工作申请表上面 他又写 他是未婚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他这个有虚伪记载 所以这个甲公司呢 就根据这两个理由把它退训 那这个甲呢 就依照侵权行为的这个法律关系 跟他的承诺书以及行为准则 就要求啊 这个乙丙丁来连带赔偿 甲所支付的这个训练费用跟津贴 那这个乙呢 他就看遍了 他说呢 这个他已经被甲公司录取 为培训机师之后呢 已经有了员工编号 而且呢 他也替他办了这个劳保 也给了薪水 依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呢 他们应该成立的雇佣关系 所以应该呢 适用雇佣关系 他在退训处分的话呢 是属于终止劳动契约 那么应该呢 要有这个三十日的除市期间 否则是不升终止的效力 第二个呢 就是乙啊 他所受的是副机师的训练 着重于专业知识的培养 所以纵然在受训期间呢 有这个所称的这个不断行为 也只是私德上的瑕疵 对于飞行专业能力并没有影响 所以甲公司呢 独独对乙来退训解雇处分 显飞最后的 无法回避的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呢 有违反比例原则 以及解雇的最后手段性原则 这种情形应该是属于无效 来做看变 那请问一下 到底已的看变有没有道理 是 这个提示的情形 其实是我们书上 真正发生过的一个 华航机师受训的案例 这个案号是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至第1276号的判决 那么事实上这个事实的案 除了有男女不正常交往之外 他的这个秉德侠制 其实还有在受训员区 跟男的受训员玩这个托语游戏 所以非常的严重 那么高等法院的见解是认为说 既然你今天已经跟他 有这样签了一个受训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且有签了承诺书 那么也帮他加入了劳保等等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应该已经跟这个 这个受训的学员 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雇佣关系 那么因为高等法院的看法是说 你这个所谓的劳动契约 或者雇佣契约 这个一方提供扶劳务 这个劳务不一定是你 这个核心的劳务 只要是受你的这个指挥 这个提供雇主经营事业所需的 那依照你的指派去从事受训 那么这个讲习活动 也算是你的扶劳务的一部分 因此既然已经成立这雇佣契约 当然要受到 或者劳动契约 当然要受到这个民法 这个劳基法的相关规定的一个限制 法院认为说 就是因为既然今天有劳动契约存在了 那当然你今天要解雇你的劳工 你必须要符合这个所谓的这个 最后无法回避不得已的手段 而且不能违反这个比例原则 而且要遵守这个解雇的这个三十天的出事期间 那既然都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 而且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私生活的行为 不会影响到他扶劳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此今天公司这样子把人家解雇是违反了比例原则 也不是非不得已的手段 所以认为这样的解雇是不合法的 那么到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看法跟高等法院不太一样 最高法院认为 不管我们今天从民法上的这个雇佣契约482条的规定 或者是从劳动劳基法的规定 都必须是这个一方要向雇主或他方提供劳务 那之间我们才会有这个契约关系的存在 那么既然今天我的劳务还要经过特殊的训练及格 才能够提供的话 那在还没有办法透过这个训练 甚至都还没及格之前 根本没有办法提供劳务 法院认为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之间就已经有存在 这个劳固关系或者劳动契约 是应该是一个疑议 法院并没有直接的否认 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疑点 那其次最高法院认为就是说 你今天这样的一个私人的行为 虽然是私德的行为 但是这个私德行为说 影响到我公司雇主的社会评价 社会的形象 或者是我商业竞争力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说 这只是说这是个人的行为 跟公司无关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契约上有约定 因为你这些私人的行为 导致我公司的一些伤愈或受损的时候 我可以终止契约 只要那个契约没有逾越 这个工序粮俗 或者违反这个强制禁止规定 那基于契约自由原则 不是不能规定的 公司只要不是自意的 去做这样解雇的动作 应该也不是法律要去禁止他的 那更何况 今天是一个非行员的训练 那如果今天你的私德问题 导致公司对你的这个专业能力 都已经失去信赖性了 那基于这个公司的生育 甚至是将来这个乘客的生命的安全 法院认为在这个时候 就算你之间是有这个雇佣关系 是不是也不能去终止 这个高能法院的看法 也是值得再进一步探究 因此把原判决废弃掉 是 我想说刚刚袁德律师 已经把这个华航的案例 讲得很清楚 那在这边特别要补充的就是 我们这一集其实谈的是 所谓的雇佣的一个关系 那在此之外呢 常常在我们的所谓的雇佣关系当中 我们还会涉及到所谓的 所谓的劳动契约 这个劳基法的一个劳动契约的关系 那在劳基法的第二条第六款 特别提到什么叫做劳动契约 它是说为约定劳雇关系的契约 但是它其实内涵还是没有非常清楚 很重要的大概是一方 要服务所谓的劳务 那我们刚刚在前一题来解题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所谓的雇佣关系 很重要的就如我们的刘老师特别提到 它是所谓的受雇人 要受所谓的那个公司这边的 所谓的委托的这一方的所谓的指挥监督 才会有所谓两者之间有所谓的雇佣关系 所以这第一个部分要做一个补充 那再则在我们这个提例当中 特别提到所谓的是所谓的 它除了所谓有这个受训培训期间 有这个私德上的一个问题之外 事实上它在所谓的填据的一个 所谓的未婚啊 家庭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 也做了一些不实的一个登载 那在这个劳动基准法第12条 也特别有提到 就是刚刚其实袁德律师有提到 就是必须要在窒息的时候 30天之内为这样的所谓的 宗旨契约的一个雇主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当然其中它的规定是说 在订定劳动契约时 如果这个所谓的劳方的这一方 有为虚伪的意思表示 而使雇主误信有这样子 而自有受损害的时候呢 雇主可以在知道之后 30天内为这样的宗旨劳动契约 但是本题其实很重要的关键点 成都刚刚我们的袁德律师提到的 就是不管是高院或最高法院的见解 虽然有奇异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机师这样的一个职业 他在这个所谓的受训期间 这个培训 这种特定的这种特别的训练 是不是在及格之后 才能够服一定的劳务 我想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倘若是需要接受特定的训练之后 才能够为服一定的劳务 不管就雇佣契约 就劳动契约来说 他必须在特别受训之后 才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服劳务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话 按照这样的一个最高法院的见解 他认为在之前必要的特殊训练 及格后才能够提供这样的劳务之前 假设在这个受训期间 有其他一个状况 当时这个受训期间 他并不会认为解读为 所谓的劳务关系 雇佣劳动契约已经存在 所以劳动契约或所谓的 雇佣关系没有存在的话 那资方可以依据他的规定 来所谓的做 所谓的终止劳动关系的一个存在 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 好 本案这个重点 还是在讨论雇佣关系的 这个成立的要件的一个部分 高院认为在受训的时候 他就算是属于服劳务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案子一直在讨论 就是到底怎么样来认定 他是不是一个服劳务 那华汉公司他是说 这是一个单纯的训练契约 所以他跟服劳务是没有任何的关联性的 那最高法院是说 你高等法院是不是应该要去考虑 到底这个华汉公司现在所主张的 这个概念是不是可以被接受 因为他现在也还没下一个定论 但是我个人也认为是说 倘若我今天要针对于我的受雇人 他本身的特殊的能力做一个要求的话 那这个特殊的能力 是我们契约的必要之点 那对于这个必要之点 那因为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必须你要满足这个能力 我们的这个雇佣契约才能够产生这个成立 跟生肖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在受训的时候 应该他还不被具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能力 所以应该他不能够算是 服劳务里面的一个环节 他应该是属于一个单独的一个训练 对于一个能力的一个测试 好这个是第一个 他们在争论的问题 那但是这个被解雇的员工呢 他是说好那没关系 那我现在不谈这个民法上的雇佣契约 我现在谈劳基法好了 那现在我主在这个地方 我有劳动契约的概念 那我有劳动契约的概念的话呢 所以我有虚伪记载的话 你必须要在三十天之内来提起呢 这个终止这个契约 但是你没有 所以你就不能再终止了 但是现在这个概念呢 是说对不起 你这个不是服劳务的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劳动契约 你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训练契约 所以你也不能够适用劳基法 好那接着他主在第三个概念 就是说好那我不能适用劳基法 我也不能够适用 但是你这个解聘呢 是违反了比例原则 诚信原则 公平正义原则 那这个最高法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是说假设在这个时候 他认为有跟公益有关 因为你这个品德 将来这个驾驶员的品德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假设他没有违反强时禁止规定 也没有违反公益凉除的话 这个单纯的训练契约 也是可以在这个作业准则上面 他的这个手册上面 你们当时签的这些约定上面 你就有这个遵守的义务 所以他来这个终止契约呢 也是这个解除这个契约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想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第三题是假主张 他已在担任假公司的经理人 然后他身为协理 从事证券投资顾问的这个业务 但是却以假公司协理的名字 名义为自己与假公司经营同类业务的 这个丙国际财务 规划有限公司 从事境外保险的中介业务 而获取佣金 他又设立了丁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与假公司经营相同的业务 并且窃取了假公司营业机密 来供这个公司使用 对于假的客户呢 他又散布不实的消息 导致了假公司营运受有损害 所以他就依照民法184条等条的规定 来要求义来赔偿 但是义呢 就说呢 他虽然是假公司的受雇人 但是呢 他不是公司的经理人 那假公司呢 也没有经营保险中介的业务 所以呢 他不至于违反 禁业禁止的规定 而且呢 他自假公司离开的时候呢 丁公司也还没有营业 所以也没有违反 忠实的这个义务 来做看变 请问一下 这个何人的主张有理由 是 我想说在这个解题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原则上的这位义 他本来是公司的经理 后来现在身为协理 我们看到他的状况是这样 但是呢 身为协理他还不满足 还从事用自己的名义 与假公司进行同类相同业务 那跟丙国 丙国际财务规划公司呢 做境外的一个仲介的一些业务 甚至又在跟丁呢 资产管理公司 有这样一个相同的业务 而造成一些原来假公司的一些损害 那在这个公司法有特别规定 所谓的公司法的第32条 有规定到 也就是所谓的 假设叫做经理人的话 有所谓的禁止禁业的 这样的一个条文的规定 它的规定是说 经理人原则上是不得兼任 其他盈利事业的经理人 并不得自盈或为他人管理 同类的业务 但是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这位乙呢 他是协理 那到底这个协理呢 在我们的民法当中 所谓的553条 第一项所谓的经理人 跟我们公司法第31条 第二项所谓的经理人 到底协理是不是经理人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553条 跟公司法的第31条的规定 民法553条 所称的经理人 他是指说 由商号之授权 为其管理事务 及签名之人 称为所谓的经理人 那至于公司法的第31条 第二项所称的经理人 他是说 在公司章程或契约规定的授权范围内 为公司管理事务 及签名的人 有签名这样存现的人 就称为经理人 那今天我们看到乙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介绍他是不是经理人 也就是刚刚我在这个解题开始 有介绍公司法第32条 如果倘若是经理人的话 就有所谓的禁止禁业的 这样的一个拘束的一个限制 那我们在讨论这一题之前 可能也要探究一个 在公司法曾经在旧法时代 有一条规定 那在旧法时代它的规定 原则上之前有规定到 副总经理 协理 甚至副经理 都准用经理人禁止禁业的规定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会认为所谓的协理 也是所谓的不能够经营 跟公司业务相同的范围的事项 而影响公司的业务 但是这条的规定是被删除 删除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 曾经在最高法院 有这样一个相类似的判决 是97年台上至第235号判决 在这个判决当中 他特别点出来 因为公司法有做修正 所以至于所谓的是否具有 公司经理人这样一个资格 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提议当中的 以它是协理这样的一个支撑 他是否是有这样经理人的资格 任应依公司章程或契约的规定 授权范围而为实质之认定 也就是要说看实质 它的内容有所谓的签名代表 这个的权限来做认定 那在这个判决当中 他可以特别点出来 他认为说协理是在辅佐 总经理或经理 其职务受到总经理 或所谓的经理的指挥监督 所以公司在为这样处理的时候 这个协理它非仅为公司服劳务 所以公司跟协理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是委任关系 而非所谓的雇佣关系 所以在这个97年台上 是第235号的判决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肯定的 他在这个见解当中 认为所谓的协理跟公司的关系 是存在委任关系 而非所谓的雇佣关系 那依据刚刚的一个这样的见解 以及旧法时代公司法 删除掉所谓的所谓的协理 有所谓的禁止禁业的 这样一个权限的规定的话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 很可能以的抗辩 他主张说他并不是公司的经理人 那法律又没有所谓的 三四二条的适用 禁止禁业的适用的话 似乎是有所谓的 他可以是行同样的权限的 这样的经营其他跟丁公司 跟丙公司这样的一些业务的可能 但是是不是有其他伦理到的 违反层次信用的一些问题 我想说那也荣有讨论的空间 事实上如果从我们比较实际的 实务的一些操作来看 事实上公司跟这些高阶经理人 大概都会有所谓的 禁业禁止的契约上面的约定 那不管我们把它定义为是 是委任或者是雇佣契约 那这个禁业禁止条款 应该都在会在契约里面会出现 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他 虽然离开了公司 可是去从事跟公司业务 有相关竞争性的这样的一个 在一定时间之内去 从事这样的一个职务的话 恐怕即使没有 一番法条的规定 恐怕也会有违反 这个契约约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更何况提设的这个状况 它不只是 这个违反经业禁止条款 而且它还有所谓的 这个窃取公司的机密 或者毁谤公司的商誉 那么所涉及的民事 或者甚至刑事责任 违反的比如说商业 这个营业秘密法 甚至这个刑法 其他的这个诽谤的这种条文 都有可能造成他的责任 是 好这个案例里面呢 有几个真点 第一个呢 就是他们到底是雇佣关系 还是委任的关系 那因为我们新公司法修正以后 对于这个协理的 这个资格的认定呢 是由他们公司自行来处理 所以呢 这部分呢 这个到底是雇佣跟是委任 有必要去理清的 那第二个呢 来讲呢 就是敬业禁止的问题 好那敬业禁止的问题呢 刚才呢 袁德律师也提出来 就我们呢 在这个公平交易法里面 在营业秘密法里面 在我们现在的一般的 雇佣企业里面 都会有签这个 敬业禁止的这个规定 所以刚才呢 提到了 敬业禁止的存在与否 跟他是不是具有 经理人的身份 是不是具有委任的关系 还是具有呢 雇佣关系是 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因为我们是为了 要保障公司的营业秘密 要保障公司的这个竞争力 避免了这个 不正竞争的行为出现 所以本案呢 却没有探讨这一块 那只是一直在用 你是不是经理人 你是不是协理 你有没有雇佣 跟这个委任之间的 这个讨论来谈论他 我是觉得是 似乎是没有去考虑到 这么周详 所以我们今天 把这个案例拿出来 要让各位知道 在雇佣关系上面的认定 是对整个契约的影响很大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